在香港新界,一走出贴水围地铁站,便可以看到香港现存唯一的古塔——巨星楼。 由这里步入古色古香的平山文物镜,还会看到保存完好的中式房屋和庭院。 这些中国传统建筑均由邓氏家族所建,他们早在12世纪便由江西迁居于此。 清建的特色是想要租福族内的子弟逃去公民。 今天这个达德工术,现在我们维修好了。 在1951年到1958年,我建设了一个孤医院。 在国内,有些是在护士学,去完师范、大学毕业生,都有来这个孤医院帮忙照顾儿童。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关系维修在这里。 我们接收做这个维修的时候,现在外企的地方,其实全部是水来的。 水大概去到一米那么深。 我抽干了水之后,我就爬上去角楼看。 因为我一看到地下,你以为我看到什么呢? 不是看到整场转危。 我看到地下满是文字。 所以我们就很惊讶。 于是我们收拾了所有杂物, 就看到原来是一对对的对卵。 以前是达德工作是对卵。 包括他最早落成那一对对卵。 是涵风的,涵风。 我现在来到近亭书室。 我首先看一看宋德堂上高。 这个是闪口版。 你发觉这个颜色是绿色。 子弟进来读书之前, 你也要求学,很多东西还不懂。 我们走出去的时候, 你看到我们的闪口版是什么颜色呢? 红色。 红色代表, 对不起,我们成熟了。 我们可以出去贡献中族, 贡献国家。 这些目标, 有很多中式的吉祥图案。 有花瓶, 代表平平安安。 也有胡佬, 竹就是竹部平安。 大家都是把吉祥的意思放下来。 希望自己是侍族, 自己是一个国家, 一直在兴旺。 可能就说, 为什么在书室有神主牌? 其实我们中国人很重视祖先。 我们的元楼, 年轻人进来读书。 他当然要认识自己的元楼, 我的祖先在哪里? 在平山密密径, 我们的书室、 祠堂都是很强调的。 我们神中最远, 不要忘记我们自己, 中国人各个传统的很变动。 细雨飞飞, 屋脊眼角, 雕梁壁画, 在无言地诉说着历史。 人们怀抱着对生活的美好期盼, 声声不息地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, 绵延不绝。